大家好,又來到我小廚房煮大餐 看到背景是機場 今集又和大家分享一個日本我很喜歡的城市 就是福江 去年多謝大家的支持和一些意見 今年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的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片推出就會通知大家 用了一個多小時 終於可以拿到行李出機場 現在我們就乘車去燒牛肉店 因為現在已經是4點多 時間上真的有點趕 所以我會選擇乘的士 去燒牛肉店 然後我會再去酒店檢查 放心 在福江搭的士 價錢都比較親民 如果由機場搭到我今天住的酒店 如果我中間不停燒牛肉店 其實只不過是2100日圓 絕對是親民價錢 大家一定是可以提供得起的 如果你們是選擇乘巴士 去博多站 或者是接駁剛才的船頭 去返船 去返船 再轉地鐵 的話 一個人都要差不多260日圓 還是280日圓 兩個人都已經500多日圓 其實都是1000日圓 我覺得是絕對可以接受的這個價錢 我今天去這間燒牛肉店 叫做多牛 在福江有兩間 一間在機場附近 另一間在博多站附近 這間燒牛肉店 其實很有性格 由我十幾年前 第一次吃 已經是不設定座 無論是網上定座 或者是電話定座 正確是沒有的 現在我去做什麼 你們待會就會能看到 就是這裡的門口 3點開始 這裡就有一本 寶仔 如果你們要吃的話 請寫下你們大名 和幾多人 今晚我是排第七 安心寫了名字 就可以在酒店裡查訊 今天我是住紫园的Dormi Inn 这是房间的厕所和洗澡的地方 现在的日本酒店很有趣 洗手间和洗澡的地方是分开的 房间没什么特别 如果在日本酒店就算大 到二楼这个地方 每晚晚上9-11点 它有免费的拉面 其实每间Dormi Inn 晚上9-11点都有免费的拉面 而且是有温泉浸 浸温泉的地方是分开蓝湯和铝湯 铝湯进入门口是需要密码才可以进入 绝对安全 还有漫画书的角落 如果大家浸完温泉等另一半 可以在这里看看漫画书 一会儿 不知道是否因为日本国内 都有消费券的关系 最近去日本酒店都很贵 今晚这间酒店 一晚都要$1,300多 这间酒店有免费的冰淇淋 冰淇淋 可以给你们吃 早上还会有益力多 可以给大家喝 是免费的 完全 看完就要出发去烧牛肉多牛 这个店铺 今天用和牛是六二岛牛 它经常都不同 我试过吃二万里牛 亦试过吃左鹤牛 他们门口的黑板 你就会看到今天是吃什么牛 二楼这里是吃 Shabu Shabu 和这个瘦起烧 如果大家签名之后 它五点半是准时开门 千万不要迟到 因为它是用炭脑烧的 所以它会给大家入住鞋 黑色的胶袋 可以给大家入住衣裤 或者包包 提醒大家 刚才刘伟黑板的名字 就是刚才我下车 写下了我的名字 如果你已经排到第十三 我就奉劝大家 你六点半才好来 因为头十二位 如果它们有三人或四人 基本上已经不能入住了 因为它只有地上这一层 才是吃烧牛肉 它那个座位 只不过只有二十多个座位 所以大家都可以欣欣欣欣 我今天叫了烧肉 分别有Karubi 即是牛腊肉 Karami 即是横隔膜肉 和刚才切得很薄 最贵的也是那一碟 就是和牛薄切的 这里的餐单 有份英文 中文 日文 和韩文 途中 你们看到这个牛腊肉 即是Karubi 只不过是690日圆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吃Karami 即是横隔膜肉 它咬下去 好像肉的质量 但它又不会硬 所以真的很好吃 说出来你们是不是都不相信 690日圆一碟 即是围起40多港元 其实用炭脑烧出来 比你用啤士炉烧出来的烧肉 是好吃很多的 因为它是有焦香的味道 首要条件 大家要接受到 墙里面 它真的有大烟 因为它是用炭脑烧的关系 我今天来 它已经不算大烟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多牛 它真的超多客人 吃店里面 它真的超大烟 我介绍过朋友来这里吃 他们就说小话 来这里吃 真的要带上这个潜水的味镜 才可以继续在这里烧牛肉 这一碟和牛薄切 我真的推荐大家一定要试 因为烧完之后 再点芥末 牛肉的脂肪香味 就被这个芥末完全带出来的 我今晚叫了这么多食物 有香肠、泡菜、牛橫隔膜肉、牛辣肉 饭、野菜、饮食 还有食物 我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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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买单 你真是猜不到 8300日元 我吃完之后 已经是8点多了 还有很多人在多牛等 今集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牛的地址我会放在影片里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